本欄目由康维塔特约赞助播出 本欄目由康维塔特约赞助 新西兰罢工潮还在继续中 新西兰教育协会今天早上宣布 经过长时间的网上投票 新西兰小学校长和教师 确定将于8月15号当天举行大罢工 罢工时间由原来的三个小时延长为一整天 新西兰教育协会首席谈判代表 Lois Green表示 这是教育工作者24年来第一次罢工 在7月初政府拒绝教师队伍要求的掌薪幅度后 小学教师和教师进行了投票 以决定是否在8月15号进行罢工 教师们希望政府在两年中实现16%的掌薪幅度 同时分配更多的学习支持和更多的教学时间 政府的方案包括给高薪酬区间的教师掌薪6.1% 让最高工资涨到80,600牛币 同时给入门级教师涨薪14.7% 让入门级工资涨到55,030牛币 但教师们认为距离他们的目标相差甚远 新西兰代总理Winston Peters发表讲话表示 罢工不会让小学教师和校长的要求得到任何改变 只会让学生和学生家长们陷入困境 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 他认为政府可以做到最好 但预算有限 如果可以继续谈判将帮助他们未来达成愿望 但在第一年做到这些是不可能的 新西兰教育协会认为 近年来人口增长加重了教师资源不足的问题 以及参加教师培训的人数比6年前减少了40% 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薪资问题影响了选择教师行业的人数 根据奥克兰交通部门的最新统计 上一个财政年度 奥克兰人共支付交通违章罚款3250万纽币 为近8年来最高 数据显示在这3250万纽币的交通罚款中 包括停车、拖车以及交通违章罚款 在2011年6月 这数据仅为2110万纽币 但是到了2013到2014财年 涨到了32,040万纽币 其中有1550万属于未及时车检 以及车辆登记问题等违法处理 违章停车罚款880万纽币 特殊车道罚款680万纽币 另外还有拖车违法罚款100万纽币 据了解 特殊车道的违章罚款从2011年的200万纽币 上涨到了2017年的680万纽币 整整上涨了340% 另外奥克兰市的停车寄费器的数量 比7年来有所下降 截至2018年6月 奥克兰市中心及周围地区 共有798台停车寄费器 与2012年和2013年的933台相比 有所下降 新西兰护士组织罢工游行之后 政府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案 方案承诺到明年8月 将逐步实现护士们提出的 12%到13%的工资增幅 并立刻解决工作过劳问题 新西兰护士组织成员将就政府提出的 最新薪酬方案进行投票表决 7月12号 新西兰全国护士组织 进行了24小时大罢工 罢工对医院及病人产生了极大影响 至少8000台手术被延期 针对这次罢工 护士们表示 罢工的原因是待遇和护士面临的问题 没有得到解决 新西兰护士人手严重不足 虽然医院每天都有很多出院的病人 但后诊名单依然很长 护士们的诉求不仅仅是涨薪 而是希望有更多的护士 他们认为护士工作压力很大 如果遇到病人需要抢救 就需要一组医护人员参与 但这个时候 其他病人也需要护士照顾 由于护士行业的薪水不高 无法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这个行业 所以提高工资待遇 是解决护士短缺的一部分 针对这一问题 地区医管局、卫生部及护士工会 在国会签署了新的协议 将实施一项新的计划 以确保公立医院合理的护士配置 医管局的负责人Jim Green表示 已经有部分地区的医管局开始招募人手 虽然不能完全根除人员短缺问题 但可以有效缓解 政府最新开出的条件 将对护士行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 卫生部长David Clark表示 公立医院护士将不再短缺 不会出现人手不足的情况 可以确保地区医管局有足够的资源 保证病人安全和员工作业安全 同时保证组织的工作效率 在新西兰护士组织首席执行官Mano Massa来看 此次协议给护士提高了最高级别的保证 确保其拥有安全的工作环境 根据协议 CCDM计划执行情况将每季度向卫生部长汇报一次 最近新西兰法治委员会启动了一项 关于新西兰国家和地方选举的调查 根据惯例 法治委员会每三年举行一次跨党派的专业委员会性质的调查 以审核新西兰选举法 并将如何进行未来的选举向国会提交建议 调查过程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听取公众意见 公众意见征询现在已经在国会的网站上启动 并将于9月21号星期五结束调查 公众可以在委员会给定的框架内充分辩论和提交意见 此次调查旨在分别根据2017年大选和2016年地方政府选举的情况 审查国会选举和地方选举的相关法律和行政程序 尤其是以下几点 一、越来越多的新西兰人选择在选举日前提前投票 二、社交媒体在竞选广告和表达政治观点方面的重要性和使用率都在提高 三、上述变化对法律和监管的影响 四、在购物中心和超市等场所新增投票站点 新西兰国会法治委员会主席霍建强表示 由委员会在第51届国会期间启动的 关于2016地方政府选举的调查所收到的意见书 将被视为新调查的一部分 2019是中新旅游年 两国将在旅游领域开展大量合作 昨天新西兰旅游部长Kevin Davis在霍林顿宣布 2019中国新西兰旅游年官方网站正式上线 这个网站主要面向新西兰旅游企业 为他们提供平台精准定位中国游客市场 中新旅游年官方网站的开篇介绍写道 旅游业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动力 也是文化交流的桥梁 中国新西兰旅游年为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 提供了绝佳机会 新西兰旅游部长表示 新西兰旅游资源丰富 官网这个平台可以聚拢相关企业和机构资源 共同策划活动分享信息 中国现在已经是新西兰第二大旅游客源市场 中国新西兰旅游年是新西兰面向中国宣传自己的最大商机 新西兰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中国已经超过美国英国 上升为继澳大利亚之后的新西兰第二大游客来源地 在截至今年三月底的过去一年中 中国游客在新西兰消费达到17亿纽币 远超排名第三的美国游客 2014年3月8号 马来西亚航空MH370航班 从吉隆坡飞往北京途中突然从雷达中消失 至今尚未巡回 留下众多谜团 4年04个月后 事故调查组发布安全调查报告 但谜团仍未解开 7月30号上午 马来西亚政府闭门向马航MH370失联家属公布调查结果报告 下午在马来西亚交通总部 由调查小组负责人 马来西亚民航局前总监郭诗传领衔的4名调查小组成员 向媒体公布了这一报告 这份报告长达822页 报告指出 事发航班可能被人为故意操纵脱离航线 曾调转方向往回飞 不过调查组无法确定具体对象 他们在发布会上告诉记者 不能排除其中有第三方的非法干预 但没有证据显示 有飞行人员之外的人开过这架飞机 同时他们也表示 只有找到残骸才能确定答案 报告中还指出 飞机飞行过程中出现一系列错误 包括空中交通管制 没有启动各种可用的紧急措施 造成搜救行动拖延 MH370机上共载有239名乘客及机组成员 2015年1月29号 马来西亚民航局宣布MH370航班失事 机上239人推测遇难 机上乘客来自15个国家 这些乘客的身份背景都经过各自国家调查 没有任何问题 在过去4年中 围绕MH370的猜测与传言不曾间断 这使得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航空未解之谜 一直不断发酵 调查组就社交媒体上传播的每一种说法和谣言 都进行了调查 报告指出 没有发现飞机躲避雷达探测 没有迹象显示飞机被遥控接管 机上行李也没有发现异常 马来西亚交通部长陆兆福宣布 当地民航总监阿兹布鲁丁已经提出辞职 已是对马航MH370报告指控中 交通管制运作出现的问题负责 快捷支付方式的普及 让中国走在快捷支付世界前沿 最近中国重庆的一家超市 开设了刷脸支付功能 让我们跟随中心社记者的镜头 一起体验一下 近日 重庆市与北区的一家社区超市 开设五感支付体验区 运行刷脸支付 吸引当地民众前往体验 据悉 消费者只需刷脸进店 自选商品 刷脸结算 即可完成一次购物 当地时间7月31日 记者前往该超市探访 这间超市的五感支付体验区 面积约40平方米 四个角落设有监控 超市的入口和出口 分别安装了人脸识别装置 和两块显示屏 记者注意到 超市的货架上摆满了食品 日用品 乳制品和酒水饮料等 每件商品上贴有一个 内含芯片的小标签 顾客在选好商品 进入结算感应区后 检测设备会自动检测 锁购商品 并计算总价 随后消费者只需抬头看摄像头 即可完成刷脸支付并离店 整个结算支付过程 最快进去5秒 据悉 该超市五感支付体验区 由农业银行重庆分行打造运营 记者看到 超市入口处有购物流程和步骤指引 消费者在使用刷脸支付前 需要在银行微信公众平台上 完成注册 绑定本人名下银行卡和拍照 录入人脸 记者注意到 到该超市刷脸支付的顾客 多为附近的上班族和社区居民 我就在旁边隔壁上班 平时到超市来的吃素也比较频繁 在这里买的东西 这些比较方便 现在旁边的超市 现在有那个五感支付的话 我现在就 基本上都用那个五感支付了 而且它现在那个五感支付的话 基本上都是不用 不用用手机 不用带现金 不用带卡 还有就是 平时人来的话 只要刷脸就可以了 其实还蛮方便的 除刷脸支付外 该超市同样支持 微信支付宝等平台结算 顾客高林立告诉记者 由于每件商品贴有 内含芯片的小标签 在结算时可以被自动识别 所以在他看来 即使不使用刷脸支付功能 商品的自动结算 也让他感受到五感支付的便捷 他每个东西上呢 他都会有自己一个特有的一个条码 然后上面都介绍得很清楚 什么东西 然后多少钱 然后到就门口这边买单的时候呢 他就自动就扫了 然后那个电子屏幕上面什么都有 我买了哪些东西 然后具体多少钱 一共多少钱 很清晰 记者在超市内看到 水果和生鲜食品 并未放在五感支付体验区里 这一类商品由超市工作人员结算 据工作人员介绍 前来刷脸支付的消费者 以年轻人为主 我们这个五感超市体验区开的以来 吸引到周边这个社区很多顾客 对我们来关顾 回头开很多 还有上班里啊 这些都对我们来关顾 都是属多年轻人 都属多的 好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更多资讯 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TV33下华线NZ 大家也可以搜索微信号 TV33 News 或者通过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添加TV33观众互动 微信号和我们保持联系 稍后是明天的天气预报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再会 From the resin of the tree to the hive of the honeybee nature has created a powerful immunity product At Comvita we've pioneered a quality standard which we've called PFL This mark guarantees the potency of our propolis products Every dose contains an optimal level of bioflavonoids and other complex antioxidants It's a wonderful natural protective system and such a powerful choice when it comes to building immunity for you and your family Resine油漆 是在新西兰设计及制造的 专为适应本地独特的气候与环境 Resine高品质油漆 耐久耐用 适用于新西兰各地 GTG土方工厂 明宅土方业的领行军 还用国际先进设备 速度快 效率高 提供明宅商业开地 场地清理 土方搬运 挖坑钻斗 石子挥田 旧房开除 为您解决土的烦恼 奥克兰土方内加强 GTG土方来帮忙 欢迎致电 092162888 Tierta to半岛 三卧房 光猛舒适独立屋 仅73.6万 宽敞客厅 摸灯厨房 分开位于自动车库 近著名中小学 阿堅园团队 顶级团队 顶级力量 请电 0274828838